一花以世界,一夜已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张爱玲曾在《半生园》里写道 中年以后的男人时常会觉得孤独 因为他一睁开眼睛 周围都是要依靠他的人 却没有想到他 他可以依靠的人 周末的时候朋友邀请我到他的家里做客 我们聊了一会儿,朋友问我 你说这人为什么到了中年 本而越来越辛苦了 这还怎么安享晚年啊 我听了朋友的话笑着对他说 这人到了中年 上有老人要赡养 下有孩子要操心 工作还不能落下 你当然就会觉得很辛苦了 不过 虽说幸运之神 劝顾可努力的人 但是 在很多中年人的身边 却常常会有三种人 会带走他们的好运 使他越努力 就会越觉得疲惫 人到中年 想要生活的幸福 要懂得远离这三种人 相信很多人都听过 东郭先生与狼的典故 故事讲的是 从前有一个 叫做东郭先生的人 在前往中山国 囚观的途中 不小心迷了路 正当他在 插落口犹豫不决的时候 突然一只带伤的狼 跑到他的面前 哀求他帮助自己 躲过猎人的追捕 并承诺脱险之后 定将好好报答 东郭先生看狼可怜 不忍心献死不救 于是让狼藏进自己 用来装束的大口袋里 成功地躲过了 猎人的追杀 当确定安全之后 狼请求东郭先生 将自己放出来 且信誓旦旦地说 要跪谢其救命之恩 然而不料 狼一获得自由后 便立马原形毕露 张牙舞爪地 向东郭先生扑去 东郭先生后悔不已 自己出于好心的帮助 结果却差点 遭到狼的毒手 生活中 类似东郭先生 与狼的故事 屡见不鲜 在这个世界上 总有太多白眼狼猪猫 当你有钱的时候 他来结交你 寻求你的帮助 一旦你没钱了 需要帮助时 这种朋友 就会消失不见 这种朋友 会带走你的好运气 这种朋友 往往没有感恩之心 很自私 只会想到自己 却不会想到别人 朋友之间 讲究的是相互帮助 当我的运气比较好时 我愿意帮助你 是因为我把你当朋友 愿意将我的运气 分享给你 希望的就是 当我不顺的时候 你也能够帮帮我 然而 有些朋友 却只想着在你得意时 分走你的好运气 却从不想 在你有困难的时候 帮帮你 像这样只懂得 向你索取 却不愿意给你一点 帮助的朋友 只会带走 你的好运气 虽然我常说做人要善良 要在别人需要帮助时 尽自己所能地伸出援手 但也要看看 对方是什么样的人 出人为乐没有错 但并不是谁 都值得你去帮 就像故事中的狼 对他付出善意 就等于把自己 往火坑里推 有时候 无底线的善良 只会助长恶人的气焰 有时候 太过仁慈 只会招来 他人的挖骨和埋怨 所以人到中年呀 帮忙要看对象 不知感恩的人 不能帮 要远离这种 只想着自己 却没有感恩之心的朋友 他们会带走你的好运 成为你人生中的负担 让你的生活越来越累 二 只会抱怨的人 人有抱怨的习惯很正常 但抱怨有用吗 没有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夫妻相互抱怨 能变得恩爱吗 不能 人一旦心中充满怨恨 所谓怨天尤人 总觉得世间不公平 觉得天下人都对不起自己 这就是人生危险的讯号 其实 这个社会 必定先要有所付出 才能赢得相对的收入 你只是抱怨付出 怎么会有好的结果呢 很久以前 曾经受邀参加一个商业聚会 聚会上 一个美国公司的老板 分享了他 年轻时的故事 他出生于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平民家庭 父母呢 都是普通的农民 12岁开始在村镇上给人擦鞋 送抱 赚钱 补贴家用 16岁就离开了学校 成为了一名 郭鲁工 20岁到工地里跟人学作 学徒 35岁前 他是一个十足的失败者 他说 用中国的话解释就是 干啥啥不行 吃啥啥不胜 由于自己是乡下人 说话发音不清楚 经常被人嘲笑 但是他都没有抱怨 反而通过自己的努力 开启了一个小家工厂 但是 在他35岁的时候 工厂因为经济危机破产了 他自己背负了50万美元的外债 为了家庭生计 也为了朦胧的未来 他决定去打工 唯一的目标就是 找份工作 赚钱 养活老婆 让孩子能够安稳地上学 十年35岁的他 走进一间 工厂 机床经销商 恳求满怀虎一的经理 给他一份退销员的工作 首月就卖了两台机器 发工资那天 下班有些晚 拿着老板支付的薪水 从超市买一袋食物回家 让其而饱餐一顿 马路上 车流涌动 城市的繁华 这些跟他都没有关系 气冷的路灯下 一个男人 一袋食物 身后的影子 在路灯的照射下 拉得很长 很长 周围美国老板 最后说了一句话 那天回家 我对太太发誓 从今以后 不再让她 为了温饱而烦恼 美国老板的经历 让我懂得了一个道理 成功的人 往往不会抱怨 其实看看我们的身边 抱怨的人 都没有好结果 抱怨父母者 成了不孝儿女 抱怨朋友者 最后反目成仇 抱怨同事者 明争暗斗 种种败得的行为 都由于抱怨而产生 数为可怕 《吸引力法则》一书上说 一个人有多乐观的念想 那么 好运自然会随之而来 相反的 假如一个人将自己 笼罩在负面的思绪中 那么 他的好运 也会离他而去 所以说 人到了中年 如果你身边 有一个只会抱怨的人 那么 要尽早远离他 以避免他将负面情绪 传染给你 带走你的好运气 我有一个远方表弟 他呢 自己在老家做些工程 算是个小老板吧 而他的叔叔 日子过得很不好 为了拉他叔叔一把 表弟把他叔叔叫过来 在他建筑工地上帮忙 由于实亲叔叔 表弟对他很放心 在叔叔熟悉了 工地上的流程之后 把一个工地 几乎交给了他的叔叔负责 可是 表弟的这个叔叔 着实不让人放心 购买材料从中牟利 虚报账目 我表弟说他做工程 这么多年 材料什么价格 该用多少材料 他心里都很有数 他也知道 他叔叔在其中有些猫腻 但为了顾及 他叔叔的面子 他并没有提及 就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如果仅仅是这样 我表弟说他 也不至于生那么大的气 表弟叔叔家的儿子 也就是表弟的堂弟 要买房子 他叔叔向表弟 借了二十万 这是习一 表弟的叔叔 在工地上待了两年多 有一次 有个造价四十万的小项目 需要签合同 表弟当时在外地出差 就委托了他叔叔 签署了这份合同 谁曾想 表弟的叔叔 签署了那份合同后 把这个项目的四十多万 全装进了自己的腰包 关键是在这个项目 实施的过程中 一切材料 人工等等的费用 全是我那个表弟出自的 表弟气得都要吐血了 自己的亲叔叔 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来 在表弟找他叔叔 好好谈的时候 他叔叔一口咬定 是他自己的项目 合同也是他的名字 就算打官司 他也不怕 甚至连之前 借的那二十万 都不还了 让表弟 想高就高 就这样 一对亲叔侄 因为钱 反目成仇 很多年都没有来往 这种心器 当你乐器好的时候 他们会主动向你索取 当你无力 在向他们付出的时候 他们也不会理解你 只会反过来骂你 没良心 太过贪婪的人 是永远不会懂得满足的 他们就像是一个无底洞 无论是你怎么努力 想要去填满 都是徒劳的 而当你不断地满足 他们的贪婪 你的好运气 也会被他们消耗在尽 所以说啊 人到了中年 要等得远离这种 贪得无厌的境界 他们的贪婪 会带走你 所有的好运 的确 人到了中年 身上的压力 本来就已经很大了 这时 要想能够生活过的 轻松和幸福 就应该懂得 断舍离 假如你的身边 有以上这三种人 那么请尽早地 离开他们吧 以防他们 会带走你身上的好运 今天的分享 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你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 期待你的留言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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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永远不会孤单